而这则新闻要特别请大家要注意了 花莲市卫生所在31号开始提供花莲县民众预约快筛服务 民众可以拨打预约专线进行快筛 而每天的上午和下午各提供200个名额 预约快筛的民众要记得携带手机还有笔以及健保卡 花莲市卫生所5月31号开始提供民众电话预约快筛服务 民众可以拨打预约专线来进行快筛 我想我们避免一堆乡亲涌入到我们的筛检站 使得我们筛检站因此而产生群序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有预约的制度 这个预约制度一定要打预约专线 由于在上班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6点这段时间 打预约专线进来 我们就会帮你按照顺序排 所以这时候可能要跟乡亲说这抱歉 我们没有办法再配合你的时间 所以这时候请你要配合我们的时间 再安排的时间 要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去再运作 那如果说在下班之后 我们有一个手机的号码 也可以请你传简讯过来 那我们收到简讯之后也会依照简讯来电的时间 然后再预约 我想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一个适当的分流 让我们的人不要聚集在一起 那其实整个筛解的流程是很快的 只要配合我们的这个筛解流程 我想在很短时间之内都可以完成 而且知道结果 同样每天上午提供200个名额 下午提供200个名额 而民众要记得携带手机笔和健保卡 目前花莲地区提供快筛的据点 除了花莲市卫生所之外 还包括了花莲慈祭医院 卫福部花莲医院 门诺医院 国军花莲总医院 卫生局建议民众如果有足迹接触时 担心自己会被感染 可以来做快筛 不过如果身体已经出现不舒服的状况 还是要赶快向卫生局通报 大华莲新闻总和报道